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是换汇等等 现在都可以随时随地在线上搞定 尤其台湾今年开放了三家纯网银执照 预估在明年就要开张了 这将对于整个金融市场带来哪些效应 对消费者来说又会造成哪些影响呢 今天提关点就要带您一起来探讨 好 我们先来看小小的台湾市场 光是本国银行就多达有36家 再加上三家纯网银竞争可以说是超级激烈的 为了迎战纯网银的传统银行 力拼数位转型 纷纷布局AI大数据 推出新的服务 只用包括了数位账户 绿色金融 机器人理财等等 还真的是让人目不暇挤呢 到底消费者可以享受到哪些实质服务 又如何颠覆传统银行呢 我们首先来看这则报道 7月底今晚会通过三家纯网银执照申请 预计2020正式营运 加上36家本国银行 台湾金融市场进入新战国时代 为了迎战这一刻 传统银行早早布局数位转型三布局 第一步先让零贵服务变职会 小姐你好 请问这要搬什么业务 今天我想要存个钱 这是位在台北南港软体园区的示范分行 用线上预约取代现场取票 省序不必要的等候 还导入现金处理自动化机器 只要动动手存款轻松搞定 方板帮我投这里 方板帮我投这里 确认好之后帮我按这个闪红的键 交易完成之后我们的金额 今天存款金额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因为基于柜台交易安全的关系 那以往客人他到分行去做 现金交易的时候 一定会被引导到高柜台 可是对于年长者 还有对客户的观感来讲的话 其实他们都要被 罚站在柜台前面 那我们就提供了这个TCR的部分 那柜员也不用担心说 日中三点半的关键时间 他可能要抓账了 让柜员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跟客人做一个互动跟交流 数位转型的二部局 就是将传统纸张作业电子化 透过电子笔记本eNote 将客户填写的资料 上传云端 其实银行是要散尽保护客人的资产 所以其实我们的交易传票 是要保存到15年 甚至于开户文件 是要保存永久 对 所以这对仓储来讲 还有纸张来讲 其实都是耗费一个很大的资源 根据银行统计 从开户到存汇款转账等等 大大小小的交易 所产生的申请书以及传票 平均一家分行 一天就要用掉约400张纸 所有分行一年所累积的厚度 等同于两座101大楼的高度 如今导入eNote 省下纸张的浪费 也为地球尽一份力 不止如此 或去用硬件来核对身份 未来也有更科技的方案 流程的这个长静脉 它是用生物 它是生物特征的方法之一 那静脉来讲的话 相较来讲 它是有活体辨识的功能 所以透过长静脉的建档 它用演算法的方式 帮它做一个储存 所以当客人他来的时候 他只要经过建档之后 他之后做交易 他只要经过长静脉的验证 那我们就可以完成 他的认证交易 面对科技化浪潮 传统银行数位转型的 第三部曲 就是进军数位账户 今晚会最新统计 截至今年六月底 数位存款账户 冲破两百万户 因为它其实是在开户 从开户开始 它就是完全不用 跟零贵做接触的 它直接线上 七个步骤 七分钟就可以完成开户 线上可以完成的东西 我就是喜欢线上用 开户办卡 线上一次搞定 简易理财的特性 很快辱获年轻人的 大概两个月多以来 目前开户数已经破五万人了 那目前其实我们发现 轮廓其实非常有趣 其实男性 占了大概快七成左右 其实是非常的高 他们其实很多都是 资讯业 电子业 或制造业等等 我们有发现就是客户 就是刷卡一些 很满有趣的样态 就是有的人可能会去买一种 比较昂贵的手表 或者是会去刷 那个房屋的头期款 其实这都是我们还满意外的 针对25到39岁 努力工作 享受生活 而且具备投资意愿的目标族群 由一个平均年龄未满30岁的团队操刀 量身打造 头其所好 因为有时候银行发给我卡额度太多 太低我就会觉得 是不是我赚得不够多啊 给羞辱 对 羞辱感 如果它配合给我比较高额度 我才会觉得有大户的感觉 一开始在产品不管是研发 或者是想象的过程中 我们会去社群上面找 大家到底喜欢什么 或者是他们不喜欢什么 而上面的主管跟总经理 也希望我们be different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不管是从社群的角度啊 或者是从不同年轻人的角度 来看这些通路的改变 或者是流量的改变 一场数位金融之争 正在开打 从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出发 才能立于无败之地 刚刚提到了 今年银行业最大的新闻 就是金管会发出了 三张纯网银的执照 可是如同大家也都知道的 本国银行就已经有36家了 有人就形容说 好像挤在沙丁鱼池里头一般 那么这么一来竞争 不就更激烈了吗 好 今天我们要仔细来了解一下 到底金融科技 如何翻转传统金融业 请到的来宾 我们要介绍的是 永丰银行总经理庄明福 庄总您好 主持人您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 庄总我们先来看一下 其实讲到纯网银 日本跑得最快 在2000年的时候就已经开放了 另外中国大陆跟南韩 分别是在2014年跟2017年开放的 台湾正要开始 好 根据2018年 消费者金融科技大调查 有关于纯网银 居然消费者知道的人 只有一半 首先是不是请您 先跟我们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纯网银 可能很多观众朋友 到现在为止都还没啥啥 我想纯网银当然从它字面上来解释 一般人的理解就是说 它是一个无实体通路的一个银行 我举一个例子来解释这个事情 我想传统银行 它比较像是一个百货公司 几乎各种商品都有 客户走进来 可能年龄层也是从老到幼 男男女女都有 但是如果说你去看日本的经验 或看其他国家的经验的时候 你会发觉就是说 其实纯网银 它通常会在某个银银模式上面 或者在某个客户群上面 会有特别的琢磨 甚至在商品上面 它也会有单一的或者是独特性 所以这样这里面 其实它会定位会不太一样 但是另外一种叫做数位银行 所以也会让很多人 搞得有点模糊 说纯网银跟数位银行 又有什么样不同 遇到比如说要开户 或者是我要去登折 以后包括了纯网银跟数位银行 又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些事情 我想在纯网银发生之前 的确传统银行 就是为了服务这些数位的客户 我们就开始研发了 或者是所谓的网路银行 但是当遇到纯网银的竞争 因为纯网银刚刚讲就是无实体 它可能是跟一夜结盟 另外它会有一些不同的服务模式 所以传统银行就会思考 就是说我如何来面对这样的竞争 但是因为我的传统银行 我的分行已经设了 我不可能说我打掉重链 所以变成是数位银行 某种程度是一个传统银行的 一个所谓的次品牌的概念 也就是我另外独立一个品牌 用纯网银的概念去服务这群客人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 其实现在纯网银大概能做的事情 通常是我们一般的传统银行 在做所谓的 简易分行这样的概念 简易分行大概就可以服务那些内容了 但是如果说我们投资一个简易分行 大概每年要花出的成本 可能会到介于700万到1000万的成本 但是如果说我没有这个实体分行 那我要想要说 我怎么样去服务我的客户群 所以就会有这个所谓 数位银行的这个出现 那当然主持人刚刚也提到 就是说那没有存折到底怎么办 其实我可能举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说其实像我 因为工作的关系 其实我第一个银行 是开在一家外商银行 那时候就没有存折 那是接近快30年前 30年前外商银行就已经没有存折 就已经没有存折 所以反而我到后来 我开始接触到本国银行的时候 我反而会问说 为什么要有存折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心态上的改变 其实只要通过一些电子载具 包括你的电脑 包括你的手机或者是你的iPad 你打进去随时都可以看到 而且那些不是只有一个数字而已 它其实你过去所有的交易轨迹 全部留在里面 所以你不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会被篡改 或者是消失不见 我们帮大家稍微总结一下 我们应该从传统的银行来看好了 我们传统银行有网银 各家传统银行 这个网银就会包括了 基本的金融服务 部分的服务会受到营业时间的限制 这所谓数位银行 它就没有实体存折了 它可以设分行 它设分行要做什么 如果都是在网路上进行的话 其实某种程度这些色分行 通常大概是一个行销的效果 或者形象的展示 或者说通常它是一个实验性质 因为像很多科技在 不断在演进的时候 有些科技 其实它的确需要一些场域 来去实践或者去实验 是 好 然后它可以多线下体验的性质 对 是 好 再来看纯网银的部分的话 它就也没有实体分行了 是完全没有 刚刚总经理也介绍过了 他可能会有一些创新的服务 好 那么刚刚也提到了 这个数位银行的部分 其实他们好像现在 我自己收到了很多的讯息 会推出各式各样的优惠 包括你们永丰在内 对不对 对 一般行库的台币的活储利率 现在很低 大概是0.15%到0.2%而已 对 那数位银行据说一年可以有 1.1% 甚至你看也有到1.2% 这每一家不太一样对不对 来吸引客户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100万的话 用一般的活储的话 大概也只有2000块一年 好 现在数位银行推出来的 就会比较优渥一点 那么是不是帮我们计算一下说 这个数位银行 为什么可以比较优惠 是不是因为 就是您刚刚讲的 我直觉的想法 就是设分行不是都要一些成本 你把开销节省下来 回馈给大众 真的是这样子吗 的确就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直接把这些 省去的所有的费用 直接回馈到客户身上 就是我们做这事情的用意 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把这些利率 拉那么高也是这个原因 关于活存利率 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 像100万你乘以1.1%的话 就是1万1 跟刚刚主持人讲的这2000块 其实差异就凸显出来了 还包括其他的优惠 包括这些转账 或者是包括跨航提款 这里面 比如我们各8次的优惠的话 大概就可以省到大概120块 如果说你再加上说 用信用卡去消费的时候 它有一些消费的回馈红利 如果说一般你去订房 你就要旅游 我1万块的消费 我大概就可以省300块 如果说你去订国外的网站的时候 省的钱就更多了 所以你刚刚看这个表 你大概知道 我们大概可以回馈到 最多到800块这样的数字 就一差就有800块的时候 对 然后他那种几十块 很多人会说这小钱没关系 可是累积起来不要小看它 好 那么数位银行除了幼稚以利息 我们不要说幼稚以利息 应该叫幼稚以利息之外 其实我们刚刚讲到所谓的 懒人理财法 还包括了机器人理财 也就是说以后干脆靠机器人 来帮你理财 告诉你怎么样投资会比较好 会提供建议 好 这个部分我们稍后还会仔细来谈 不过我们先来讲到的 就是这个数位账户 讨论度既然这么高 但是接受度究竟如何 我们来看一下 根据银行局的统计 全台湾的数位账户 在2017年的时候 只有39万户 不过到2018年年底的时候 已经飙升到150万8481户了 增加了有284.86% 等于是快要翻四倍之高了 对不对 真的是非常的高 这样子是表示 大家对于数位账户的接受度 是不是越来越高 还有接受数位账户的人 是不是也有他一定的特性存在 的确 我想这些数位账户开户的人 大部分 其实最明显的特征 就是他的年龄层 是比一般的客户人来得低 大概介于差不多20岁到40岁左右 所以年轻人比较喜欢 是 这群人通常又有一些特色 就是说他们其实 比较喜欢自己做一些研究 他们可能会去寻找网路上这些 所谓的意见领袖 或者是问这些在网路上 就是寻求答案 他们会做很多的研究 所以很多行为他们是 倾向于来自己做 这跟传统就是说一般的银行的客户 他们很喜欢到分行去 然后去找李钻聊天 找这些他熟悉的银行员聊天 这是完全截然不同的行为 但是我们也做了一个小民调 因为看到这么多的增加 我们就问了一下周遭的同事说 你有没有使用数位账户 结果发觉真的是比较年轻的同事 他们会使用 但是有一个问题 他们忠诚度好像不太高 就是说哪家有利可图 他就转哪家 真的会有这样的问题和状况吗 的确我想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状态 但是其实我自己本身 并不担心这些事情 原因很简单就是说 因为这些数位账户 能够提供的产品 其实是某种程度是蛮标准化的 也就是说他在A银行看到的产品 跟在B银行大概也都看得到 所以他相对的 他就会去仔细地去计算 这里面所有的优惠或成本 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延展 他需要的东西服务越来越多的时候 他就可以看到每家银行的差异点 所以为什么我讲不担心的原因是说 因为我觉得就是要一个银行 他做好他该有的服务 把他的整个优势展现出来 你吸引客户进来的 你就必必须想办法留住 我想这是我们不会去苛求 所谓的客户的所谓的忠诚度 但是我们反而是要积极要求自己 能够去面对这样的挑战 提供好的服务的话 就能够留住客户 而且数位银行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透过大数据 来分析这些客户的喜好度 或者是特性 乃至于提供更好的一个服务 我们听说 我们之前在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 有跟工作人员稍微聊一下 听说你们主要族群是高科技业 其实这个蛮合理的 高科技业可能对于数位账户的接受度 的确是比较高 不过第一名的公司别居然是台积电 而且说从刷卡项目也可以看出 他们消费的趋势 比如说买房的头期款 高单价的旅游 还有买车子等等 用数位账户来处理 大家听起来真的是 一个那种高富帅的那种生活 这样子 这是不是意味着的确 你们吸引的就是所谓的高收入 高消费 还有在乎理财的这些族群 而且听说有个专有名词 叫做亨利族是不是 对 是 我想我们的数位账户 我们当初在所谓目标客户群的设定上面 我们就是已经锁定这些族群了 所以我们就锁定 刚刚讲的主任讲的所谓的亨利族 亨利族它其实就是 high earning not rich yet 所以可能薪水不错 但是还没有存够钱的这个族群 这个族群其实它有些特点 包括他们认证工作 乐于享受生活 所以他们生活习惯 跟一般人是不太一样的 当然这个分析里面 我们也觉得就是说 其实像高科技 其实我们当初并没有设定 这样的族群在这里面 但是所以看出来 一开始觉得有点意外 但是后来仔细想想也不意外 因为这群人就是 还在我们刚刚讲的亨利族里面 只是说他们可能就更贴近网路的社会 他们更贴近这个数位的社会 根据大数据好像还可以看到一些 比较有趣的现象对不对 对 所谓的客户年龄群 这个部分33岁 但是我们往正面去思考 就当每年每年在延伸的时候 其实这个33岁的人 就慢慢的变成我们忠实的客户 我们又开始引进一篇新的客户进来 所以这是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 所谓的客户的服务做一个延伸 客户的职业别 就是说这里面看到就是说 包括资讯业 制造业 电子业 这就是当初我们这个客户设定 并没有想到的事情 但是这群人就是真的是 他们现在是台湾的这个 生产的主力 他们想到很多事情就想到 我假日再来做吧 但是像这些事情是一般实体分行 没有办法服务的事情 还有经常刷卡的通路也可以看得出来 你看Uber 还有加油 对不对 悠悠卡 这个是Full Panda 现在叫外卖的真的越来越多 这也可以看出整体的 社会的一个消费的趋势 对 其实这个消费通路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觉得就是 其实他看到的是一个 生活形态的改变 我想老一辈的人 他们可能还习惯就是说 周末就出去吃小馆子 但是这些年轻人他就是 他觉得做 比如说他觉得做Uber 会比做小黄还来得酷 其实他没有时间到处去找餐厅 他就是随手一点 就点餐进来了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生活形态的改变 的确 很值得参考 而且听说我们刚刚讲到了 你们平均年龄33岁 所以你们用的团队也非常的年轻 甚至不到30岁 因为开发团队比较年轻的话 比较能够了解这一群年轻客户的需求 是这样吗 我们当时就是这个专案小组的成员 我们是就是像海选这样组成的 海选 海选就是我们从整个全行的员工里面 就是谁自愿来做这个专案 但是我们有设了一个条件 就是那个肝一定要新鲜的 因为做这个专案 很爆肝 很爆肝 其实刚刚主持人也提到就是说 为什么这专案团队这么年轻 因为其实我们必须承认 就是说我们这个五年级生 四年级生 其实在看这些事情 都是看不清楚的 我们常常会用自己的眼光 去想这些事情 但是其实现在年轻人 想的事情真的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是必须要用 对的服务 然后对到对的客户群 这是我们的一些想法 好 不过刚刚讲到数位网营这些事情 其实很多的消费者最care的 还是安全度的问题 有关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了 请别走开